民間百姓羅天大教聖典 這是歷史上有進來以來的第三次羅天大教 第一次是唐太宗秘士尼 贈官三年御兵出征凱旋徽白 為感謝天地超渡陣亡戰士 乃決意修建羅天大教 卻因金燦不足遂太聖僧玄杠前往印度取經 至征官十九年 西元六四五年 玄杠取經回長安時期建羅天大教 第二次與民家境三十四年 西元一五五五年 由台相主持修建羅天大教 傳聞宋仁宗十一曾舉行過一次 第三次的羅天大教傳說天地主流民間百姓起建 而台灣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人民作主的國度 台南是又是台灣文化土基的重鎮 路爾門則是台巨煙喉 俯成天賢 是正成功的恩墓地 是改變台灣歷史與台灣人命運的關鍵地點 並由引領正王 助一潮水 而得以登陸 打敗當時西方列強的荷蘭人之天上聖母 路爾門媽 傳達上天地旨伴領羅天大教 時屬天時 地利 仁和之盛世 盛和之士恩子所強調的合理性與正道性 當時的羅天大教的荷蘭碎敘事 第一次舉辦金木謝恩其安方教 古朝知遇皇上曆教 自農曆十月十日至十四日一共五天 普渡一次 第二次舉辦金木三元教福方教 古朝知三元三界教 普渡一次 第三次金木嚎以其安保禁徒教 三朝知火教 第四次金木嚎災其安福教 古朝知王教 普渡一次 第五次金木九皇陵陛肖灘炎兽教 九朝知九皇陛陛陛教 普渡一次 第六次金木念安福海清教 古朝知水教 普渡一次 接著和鬼渡規徒教 石川教 日本朝 eligibility 是論十月二十八日的開關大幅度 此一羅天大教聖典可說是總級成當前台灣道教廟 如各類各式白白 幅度 賞兵 做教之科以與典範 由其可貴的是一切儀式 道場 布置 音樂 舞蹈 人願令服等 居遵訊努比及盡考究 奠定了日後木耳門天后功文化祭之一點幾處 根據當時羅天大教琴臺官潘風源說 大幅度的祭品數量必須要十一萬本以上 那是木耳門媽轉達上天地址 不能責怪金銅或桌頭獅子大開口 巧合的事情還關閃令下來以後數日 安南區區長向湖南城市長報告說 該區的戶口數正好是十一萬二千多人 意味著服塵草地在城也要給人準備一盆祭品來不渡十方圍魂 以後安南區才能飛往騰達 魏律蘇市長不用傷腦筋餘 而當時竟然也有人提供一百二十支甘蔗 一千二百金重大助攻 一萬金百女等等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無巧不成熟的玄奇奧妙與神祭 都曾顯示在各自教祭之時 令當時的蘇市長則則稱奇 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擔任羅天大教祖主會的蘇市長與主持萬獨工商 其俗法會的陳榮勝 事後都關運亨通 而今把悲靈選出來的七大助三十五會手等理官 日後必法洗緣滿 津津樂道與此五百年難得遇上一次的功德 該次蘇天大教的組織架構如名序蓋位 總主會下設七大助三十五會手 主要承受分為大大主會 大主室 大主教 大主壇 大主鼓 大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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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手與其牌手等 大教之其教按禦壇發表 金木起埋 揭其依序進行 日刻則每日二部轉經禮燦 朝拜萬寧 早晨起步 五時限共 領館道廳 聽奏樂 遵守祝於 自十月十日至頓十月十一日 分行其壽 擾災 盜往 渡鬼之經 黃 欲錄各科以明許 羅天大教之源 晚 校 則於一九八七年兵毫年十月十日盛大舉行 與前相同組織架構 徐分恩 初期 重啟 禁表 領保萬寧神恩 金木正教之教序進行 一切忍是忠非忠舉 極為考究 總觀羅天大教及其原教 台灣宗教屆史以潛力 堪慰台灣大型教會之規高 民國六十九年農曆二月二日起 官地要舉行七七四十九天的羅天大教 齊安慶城 增福大象 教典由四漢六十四代張天師主持 市長黃 欲宇 擔任主席官和印清將軍印標檢查 所採訪孫生公社主持法ainVA 圣口文皇宥 身代務設立小iem biology市外部分 TIØAMMG ração射合 自己哈奮说明天大學一標新的robe Bond十四年 5未來 charged天之刀報érie 作人 Omar瓶得了 olsun》裂 徐分之工作人員通俗 取生ار述 所存在電禮上十五十九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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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